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謝天父的帶領 我們今天能夠一起聚集 有在家中 有在我們的會堂 來參加聚會 求主將應許在聖經 諸多的恩典福氣來臨到我們大家 安息日是神所赐福的日子 我們都佩得這福氣 也在這應許中 願主來多多賞賜恩典福氣給我們 今天我們繼續從預安福音 來讀經文 來查考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來談的是 耶穌向門徒吹了一口氣 這個經文 這個事件 二十章 約翰福音二十章 我們從十九節要一起看到二十三節 約翰福音十九 二十章 約翰福音二十章十九節 小弟來讀 二十章十九節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 門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猶太人 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 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說了這話 就把手和勒旁 指給他們看 門徒看見主 就喜樂了 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父怎样猜遣的我 我也照樣猜遣你們 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了一口氣 說 你們受聖靈 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這段經文是記載子耶穌 定十字架 死而復活 在第三日 復活了 時間就是在第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星期日 我們以一周的計算 是在周的第一天 星期日的清晨 他復活 那他復活以後 首先向摩大拉的瑪利亞來顯現 怎麼證明耶穌復活呢 有許許多多的證據 在約翰福音的二十章 我們看見 墳墓是空的 耶穌已經離開那個墳墓 證明他復活 離開這個墳墓 那當約翰跟彼得 跑到耶穌的墳墓那裡 因為他們經由通知 那西門彼得他率先進到墳墓裡面 我們看二十章的第五節 約翰因為年紀比較輕 所以他跑得比較快 他們聽到 耶穌所愛的門復 他把這個事情給記錄起來 他們趕率先的跑到 耶穌的墳墓那裡 那約翰跑得比較快 第五節 低頭往裡看 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 只是沒有進去 那第六節 西門彼得跑得比較慢 隨後也到了 但是他更積極 他進到墳墓裡面去 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 又看到耶穌的果頭金 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 是另在一處卷著 卷著 就是沒有解開 還是保持原狀 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伏墓是空的 表示這個人已經離開這裡 那這個人離開這裡 用什麼方式來離開 很奇妙 主耶穌的身體 就直接從 殘果 他的整個身體的那個細麻布 就從那個當中就抽離 好像是一個隱形人 就穿越時間空間 就從那個地方出來 所以留下來的細麻布 果頭金 完整的 不是像拉撒路復活以後 他整個人是被包裹起來 走出來 那主耶穌叫人 把他身上的細麻布 把它解開 這個細麻布是沒有解開的 就如同我們現在看到的 第二十九節 是不是會攻進來 好像隱形人 我們都關了 好像說門就輕輕關著也是關著 他原來的意思是關得很緊 把它上 應該會把它上鎖 關得很緊 因為有很大的威脅 因為有很大的威脅 在他們門外 這個門 常常是成為我們一種安全的憑借 我們總覺得如果到了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有一個門 可以把它關得很緊 把自己關在裡面 把危險關在外面 我們似乎就平安了 但看起來 門徒把這個門關得越緊 代表他們的害怕越大 如果我們也是我們 我們應該也是這樣的反應 他們的主被定十字架了 當然主的門徒也會害怕 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領受聖靈 雖然主耶稣有多次的來安慰激勵 也給他們很多应許 他們面對耶稣被定十字架這件事情 心裡還是非常害怕的 我們教會的門關了兩個多月 終於現在可以打開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 把我們自己從口罩當中給解開 我們還躲在口罩的後面 我們覺得口罩的外面 有很多的危險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來思想 主耶稣進到他們當中的時候 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主耶稣復活以後 第一次向門徒顯現 說的第一句話 就是願你們平安 因為主耶稣知道 這個門關得這麼緊 但是他也深深地知道 他也深深地知道門徒 一定是非常地害怕 所以第一句話 就按著他們心裡 現在所需要的 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那主耶稣說完這個話的時候 然後繼續地把手和肋旁就指給他們 看 就是為確認 所以這個時候門徒確定 真的我們的主复活了 而且出現在我們眼前 然後呢 就喜樂了 原來是害怕的 主耶稣跟他們祝福 願你們平安 現在不是只有平安 他們比平安更積極的一種心理狀態 喜樂 平安是一種穩定的感覺 沒有懼怕 但是喜樂除了平安以外 還有一種更積極的心理的展現 那就是說有盼望 高興 心靈得到很大的激勵 所以興起了一種盼望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見 他們所跟從 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不但愛他們 愛到為他們定死之下 而且從死裡復活了 所以呢 他們所跟從的主 真的就是神所预备的那聖者 要為人來成全救恩的 先知一直在預言的那個迷赛雅 神所特別拣选的設立的那個受告者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當他們肯定了這件事情以後 心裡從懼怕變成平安 也變成了喜樂 而這個喜樂是帶著盼望的喜樂 他們想不到的事情 他們原來不敢相信的事情 如今就在他們眼前活生生的 就這樣非常確定的 在他們眼前存在著 那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門徒從懼怕到變成平安 又有更積極的一種心理狀態 有活的盼望 就是有喜樂了 那是不是這樣就夠了 這兩個多月 我們所到之處都會發現說 怎麼到處都是門關起來 甚至有一些地方公共場所 你到你頭去的時候說 這個洗手間可不可以借一下 連洗手間也關起來 那餐廳不能內用 所幸很多人就說 那乾脆我們就休息 旅館 遊樂區 很多地方都門都關了 那連我們自己都 還是把自己關在口罩的後面 我們覺得這樣才是安全的 當然這是一種防護措施 口罩戴著 當然代表我們對於這些病毒 會危害我們健康的病毒 我們要跟它保持一個距離 這是一個外在的防護 那現在我們看到門徒他們怕的 不但是一種實質對他們有威脅的 猶太人在外面 他們也因為耶穌被定十字架 所以他們心裡就失去了平安 害怕 所以紛紛地逃走 有人也在耶穌定十字架之前 被審判的時候 向彼得三次不認主 所以不是只有害怕 還是非常的軟弱 那我們看到這個情境 門徒的害怕軟弱 就變成了一種積極性的喜樂 那原因在哪裡呢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能夠真正得著平安 我們真正能夠得著一種活的盼望 所帶給我們的喜樂 那個原因在哪裡呢 那原因是在於 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 我們看西伯來書第二章 西伯來書第二章 西伯來書二章我們看十四節 十四節 這些段話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西伯來書二章十四節 兒女 這個地方的兒女是指的神的兒女 主的兒女 應該是說信主的人 或是指的一般的世人 兒女既同有血肉肢體 人被造是一個血肉肢體 存在這個世界 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肢體 主耶穌基督也一樣的從天而降 成為血肉肢體 也就是說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人的樣式 到成了一個肉身 來到這個世界 就是具有神性的耶穌 具有人性的耶穌 那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肢體 為什麼 因為血肉肢體 遇到危險 會憂傷起來 會害怕起來 這個血肉肢體 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會痛 會流血 血流進了 也會死去 所以耶穌基督一定 親自成了血肉肢體 他才能夠來為我們的罪承擔 也代替我們去接受 因為罪所帶來的刑罰 那就要成為血肉肢體 所以耶穌基督是神子 也是人子 特要藉著死 敗壞那長死權的 就是魔鬼 死亡的權柄 在這個世界是最大的 沒有一個權柄 勝過這個死亡的權柄 但是主耶穌基督 捨棄他的生命 又把他的生命給拿回來 從死裡復活 表示他的權柄 大於死亡的權柄 所以就敗壞了 掌死權的魔鬼 破壞魔鬼的權柄 他的權柄 不再是獨一 不是獨一 也不是絕對 主耶穌勝過他 那因為這樣 所以就可以 第十五節說 可以釋放 釋放一生 因為怕死而為奴仆的人 我們世人 人人怕死 人人死 不怕死的人也是會死 怕死的人一樣會死 但是呢 主耶穌 他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來證明 他是生命的主 我們相信他 把生命交付給主耶穌 我們就有盼望了 我們的盼望是一個 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所帶給我們的 一種永恆 而且是活的 活潑的 讓人永恆活著的 一種生命 那一種的盼望 那因為有這個盼望 所以我們就不再 懼怕死亡 不再成為死亡的奴仆 也不再成為罪的奴仆 死亡是從罪來的 主耶穌定十字架 就為我們解決罪的問題 而且他從死裡復活 我們罪的問題解決了 主耶穌代替我們來承受 罪所應該要有的刑罰 他又從死裡復活 證明他可以賜給我們永恆的生命 所以他從死裡復活 成為一個信他的人的 出手的果子 我們將來也跟他一樣 藉著他能夠復活 然後就在永恆的世界 永遠活著 那當我們有這個盼望的時候 不害怕死亡 什麼時候離開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已經 預先知道那個終點 我們已經預先知道那個結局 最近很多人都有在關注這個東京奧運的消息 這個有人得金牌大家都很高興 銀牌也是很不錯 銅牌也是很難得 那今天還要繼續打拼好幾個 有這個奪冠奪獎牌的可能 那小弟常常是這種想法 比如說我們比較支持的球隊 我們比較會去跟他加油的選手 小弟常常不會看這個直播 第一個直播時間太長 直播不一定符合我們的時間的需求 那再來如果看直播 我們支持的人 我們加油的人輸了 當時候的心情會很難過 小弟大概都是看重播 或者是看新聞報導 如果新聞報導 這個戴姿營 女子單打得冠軍 得冠軍再去找那個影片來看 當我們得知一個結果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有一個底定 我們有一個盼望 有一個結果出來了 所以當用這個來類比 不一定很恰當 但是差可比擬 而且說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將來最終的結局是怎麼樣的時候 這是神為我們所設定的 命定的 祂已經為我們預備好的 一個美好的結果 那在這個過程裡頭 怎麼樣去進展 事實上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那個絕對的已經存在了 已經底定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在打一場 什麼樣的仗呢 就是已經知道結果 一定會得勝的一場仗 那我們從永恒看回到今天 就好像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 將來我們就跟耶穌基督一樣 因為兩千年前 他已經在石架上成全救贖 空的墳墓證明他復活 他為我們成就的 就是我們將來要領受的 那今天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活著的過程 我們已經知道那個答案 已經我們是在打一場 已經決定勝敗的仗 所以我們就是按著 聖經所告訴我們的步驟 我們就是過著信仰的生活 愛主的生活 我們一生不會被罪捆綁 不會因為怕死而被奴隸 那我們就可以更積極的 善用我們的時間 我們也找到生活的目標 也找到生命的價值 那我們追求的方向非常清楚 那這種人生是最好的人生啊 那當我們在這個情敵底下 我們心裡就是平安的 我們心裡是充滿盼望的喜樂的 所以門徒 約翰把他記錄起來 他們從憂愁 懼怕 到 平安 到喜樂 而且這個喜樂是 耶穌給他們一個活的盼望 所帶來的喜樂 這是我們今天跟一般的世人 一樣面對 新冠狀病毒的威脅的時候 我們卻跟他們有不一樣的心理狀態 我們的心裡有不同的支持 跟他們一樣 不同一樣的 不一樣的一種 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盼望 來支持我們的心靈 那我們需要常常去思考這一些 才能夠把真正的這個懼怕把它驅走 那我們再分為看 約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章 我們繼續看二十一節 二十一節 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猜遣了我 我也照樣猜遣你們 他不是已經講願你們平安了 平安就平安了 而且平安已經變成喜樂了 喔 積極性的 那還需要再祝福嗎 所以說進一步的對他們祝福 這個祝福其實是一種帶有托付 有責任的一種問安 一種祝福 前面的第一個 這個願你們平安是要把他們的懼怕 憂愁 把他們的不安拿掉 用平安跟喜樂來進入他們心中 但是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 我們基督徒活在這個世界 不是自己平安喜樂有盼望我們就好了 我們不是說過著獨善其身的生活 使用說他還要讓我們更進一步的 所以當他在第二次對門徒說 願你們平安的時候是要帶出底下的這一句話來 拆遣 父怎樣拆遣的我 我也照樣拆遣你們 你看看門徒他們心裡平安 他們害怕的東西有沒有消失的 主耶穌給他們的平安 不是說把那個懼怕的東西 讓它完全消失掉了 因為猶太人還在門外 猶太人還在門外 那個威脅還在 但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平安 為什麼他們能夠喜樂呢 因為他們看見復活的主了 那主耶穌不要他們只是在這個平安喜樂上去獨享 他們也必須要把這一個 主耶穌所帶給他們的平安之道 主耶穌帶給他們的一種活的盼望 的一種喜樂呢 也要帶出去 所以說 父怎樣拆遣我 我也要照樣拆遣你們出去 就是要傳福音 所以有一天這個門一定要打開 那這個門不可能永遠關著 好像我們的教會的門 一段時間現在配合政府 我們可以慢慢的來開放 按照規定我們慢慢開放 那我們不是說 我們信耶穌 我們跟其他人不一樣 我們都能夠獨享這個喜樂 有盼望 然後就在這個當中安然度過 那主耶穌不是要我們這樣 所以他進一步對門徒說 願你們平安的時候 是要帶出底下的拆遣 那主耶穌怎麼說呢 父怎樣拆遣的我 我也照樣拆遣你們 那主耶穌到世上來 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今天 被拆遣的目的就是什麼 我們請看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三章 我們從十六節看到十八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因為神猜他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們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這段話是指的主耶穌他降生 來到這個世界 是要叫世人因著他成全的救贖 來得到拯救 那父猜遣耶穌基督到這個世上來 主耶穌說他也照樣要猜遣門徒出去 那主耶穌到世上來是要讓人因他來得救 我們今天就要去傳扬這個赦罪得救的道 所以主耶穌猜遣門徒出去 是要把他們從主所領受的那種平安喜樂 盼望 一樣的要帶出去 帶到什麼地方去 要帶出去向著門外 那些威脅使他們失去平安的人 那些人讓我害怕 我門關得很緊 這個門要打開 我要對著那些讓我曾經害怕 受威脅的人 對他們傳達 我為什麼可以不在你們的威脅當中 繼續害怕 我為什麼可以不必繼續的活在 死的威脅當中來滅亡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從死予復活 我們得到了這個盼望 這樣的信息 要對著門外的人來傳 感謝神 主耶穌這樣拆派 門徒果真 就在幾天以後 就照這樣做了 如果我們按照這樣來計算 主耶穌被定十字架 第三日復活 那從余月節開始算起 五十天 七七四十九 七個禮拜 七星期 七七四十九再加一 五十 就是五旬節 旬 一旬 比如說我們常說 這個月的上旬 中旬 下旬 一旬就是十天 五旬就是五十天 五十天 是從 這個五旬節 是從一月節開始算起的 五十天 主耶穌被定十字架 第三日復活 所以他現在第三日復活 那在地面上四十 昼夜 向門徒 向很多人顯現 四十天以後 他就升天 升天 不到十天的時間 就是到五旬節了 在地面上四十天 升天以後 十天就是五旬節 五旬節聖靈就降臨 那這個當中 門徒就是要到 耶路上來去等候 等候 主所要 是給他們的 應許的聖靈 就在 主耶穌對他們說 父怎樣拆遣我 我也拆遣你們 的這個話 不到五十天的時間 五旬節聖靈降臨 那門徒真的做了這件事情 就照著主所吩咐的 那個門真的打開了 本來關得很緊的 打開了 那打開以後 又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們看 使徒行傳第二章 使徒行傳第二章 二章我們要看四十七節 第二章一開始是講 聖靈降臨 五旬節聖靈降臨 那門徒他們 就被聖靈充滿了 放膽宣講 就對著當時候聚集的人 開始講道 來講耶穌基督 從死裡復活 耶穌基督就是 耶穌就是基督 就是彌赛亞救主 那我們都為這個 來做見證 就感動了 然後 在二章的三十八節 就很多人受感動 就說要受洗 結果就有三千人受洗 那一路撒冷的教會 就這樣就建立了 本來是一百二十名 留在一路撒冷祷告 現在聖靈降臨呢 大家因為聖靈降臨這件事情 覺得很納悶 彼得跟使徒 就根據這個事情去解說 你不要覺得這個是很稀奇的 古怪的 這並不是什麼特別古怪的事情 這是千真萬確 而且是神已經早就借著 約爾先知已經預言了 那猶太人他們從小都要去讀這些先知 都要去理解 都要聽這個講解的 所以他們從小就清楚就知道 神在末後的日子 就是要將他的臉 浇灌環流血氣的 就是約爾書二章所預言的 他們一直在等啊 一直在等啊 等到現在呢 聖靈真的降臨在他們眼前 給他們看到了 他們因為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不懂 使徒就跟他們解說 他們就把 小時候所承接的 約爾先知所說的那些預言 就把它連結在一起 眼前所看到的 跟先知的預言 把它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相信了 相信了 然後就受感動 如今 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 我們不認識他 我們還把他推到十字架上去 他已經復活 他正是我們所要等候的彌赛亞 眼前這個聖靈 不是醉酒 是約爾先知告訴我們 我們一直在等候的 我們都一直在等 等到真的 在我們眼前 我們還不認識 我們還不接受 現在聽了使徒解釋以後 他們就很高興 當然感動 聖靈在他們當中 在心裡就感動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 產生的美好的結果 四十七節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秀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原來他們這個門關得很緊 那現在這個門打開了 向著耶路撒冷的百姓來傳福音 得眾民的喜愛 本來是被逼迫的 是使他們害怕的人 那現在門打開了 要把他們的盼望 對著那些曾經威脅 他們的伊路撒冷的百姓來傳扬 結果他們就把整個情勢給翻轉 原來整個城 整個伊路撒冷城的人 都是在逼迫信耶穌的 現在把這個城給翻轉過來 這些眾民是指著伊路撒冷的百姓 他看到神奇奇事顯明 聖靈降臨 耶穌從十里復活 一天三千個人受洗 在靈界 在属灵的事情上 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一些大事件 所以他們整個心靈都被激勵以後 門打開以後 他們翻轉了整個伊路撒冷城 這個就是主耶穌要裁派他們去的 好像裁派他們 如羊進入狼群 但是這個羊竟然把狼群也改變了 這是主耶穌的裁派 所以主耶穌給門徒的裁派 不是只有丟給他們一個工作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靈根部大會快到了 什麼時間 9月 9月1號 我們剩下 差不多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這個會堂 有形的會堂 關了這麼久 那現在要打開 我們相信9月1號以後 應該有更大幅度的開放 主耶穌也眷顧我們 讓我們秋季人跟步道會 不會受影響 好啦 雖然我們還戴著口罩 我們心中 一想到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那個活的盼望 我們是不需要害怕的 我們做好該有的防護措施 我們配合政府的一些政令 但是我們心裡更加的篤定 安然 又平安在心裡 並且我們把這個活的盼望 要帶給我們所關懷的 親戚朋友 那這個門真的打開了 不是只有打開那個屋子的門 把宣道的門也打開了 信道的門也打開了 那這就是我們該盡的本分 我們盼望大家 用積極的行動 來迎接我們這一次的領恩步道會 我們要先想一想 我們怎麼來搭配這一次的領恩步道會 我們學習的這段經文 給我們的教導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再翻回來看 約翰福音二十章 主耶穌對門徒的差遣 非常清楚 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我們再看二十二節 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 前面是差派 那差派之後 還給他們一個應許 如果主耶穌只是差派 但不給他們應許 也不給他們一種權柄的應許 那門徒出去也是靠著自己的意志 是靠著自己的力量去單打獨鬥 那怎麼能夠從魔鬼的手中去搶救人的靈魂呢 所以主耶穌的差派呢 是有一個保證 是有一個應許 在後頭去支持的 但是主耶穌向門徒吹一口氣 因為當時候的門徒至少有十個 有十個主耶穌的門徒 由他出賣主 他已經離開 多馬不在場 所以至少有十個 或是還有其他的人 這是主耶穌第一次對他的門徒來顯現的 所以主耶穌對門徒就吹一口氣 應該是說面對他們就吹一口氣 那聖經裡面唯獨兩次 記載這個神對人吹一口氣 第一次記載是在創世紀的第二章 第七節 那再一次就是主耶穌對門徒吹一口氣 這個氣就是氣息 氣息就是生命 我們有生命才能夠有氣息 來呼吸 這個生命氣息是從神來的 所以在創世紀裡面就記載 神就在亞當的鼻孔 吹了一口的生氣 活氣 亞當他就變成有靈的活人 他就變成一個有靈的活人 他就可以來管理神所交付給他的伊甸園 那第二次 就是主耶穌對門徒吹一口氣 這個氣也是跟靈 跟我們一直來翻譯成中文的靈 在原文上面常常是一起用的 也就是說有時候可以翻譯成靈 有時候可以翻譯成生命 或是氣息 或是氣 那就要看上下文的翻譯 那這個地方顯然是 向他們吹 那當然是吹一口氣 可是這一口氣要代表的是什麼呢 就是允許他們要受聖靈 靈就是神的氣息 的一種展現 那第一次神對亞當吹一口氣 讓他變成有靈的活人 那這一次主耶穌對門徒吹一口氣 使他們呢 將來就是要生命得著更新 而且得到力量 那就好像是一個新的人一樣 你看看 因為以前是關在門內的 今天以後呢 你們要勇敢的 等聖靈降臨在身上 你們身上的時候 你們就能夠 從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 直到地級 來做主的見證 那個工作就可以展開了 那現在呢 是一個應許 所以吹一口氣 應許他們將要受聖靈 因為子耶穌 那個時候還沒有 把聖靈降下 他對門徒說 在預言福音14章到16章當中 談到很多 有關於保慧師聖靈的一些應許 那些話語 主耶穌也分出門徒 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怎麼樣領受聖靈呢 在耶路撒冷等候 所以 《使徒行傳》第一章 就記載 120個人 同心合一地 恒切地 在一間樓房 祷告 一直祷告 要等候 主的時候來到 那到《使徒行傳》第二章 聖靈就降下了 120個信徒 就有幾乎30倍的成長 就變成3120名 但是主耶穌的應許的時間 是要在五旬節的時候才到 所以這個地方吹一口氣 就是給他們一個應許 給他們領受應許聖靈的一個應許 先給他們這個應許 那這個應許是出於主的一種保證 所以他們時間到就領受這個聖靈 那就成為受差派的一個證據 領受聖靈成為受差派的證據 我們在場沒有聖靈的請舉手 我們在場還沒有領受聖靈的舉手 極少數 各位數 我們靈恩佈道會快到 也打過這個機會 現在就開始立志 現在立志說 我這一次好好的在家裡 在會堂 領恩佈道會的時候 就是要好好的來求 先立志 有堅決的心志 那有這個堅決的心志 我們的禱告就會更加的用心 我們大家也幫助 我們看起來只有一兩個舉手 能夠在這一次領恩佈道會的期間 領受聖靈 那我們領受聖靈 就是一種被拆派的一個證明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出去 當時候主耶穌對門主說 你們要受聖靈 是一個未來 等到時間到 就可以成全這個事情 來 我們再看二十三節 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被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得拯救有神的預定 神預定我們在耶穌基督裡來得拯救 救恩是耶穌基督在為我們在實際上來成全的 所以神的預定在創世以前已經準備好 預備好這個救恩 預備好將來耶穌基督來要成全這個救恩 所以救贖的方法 救贖的時間 神已經預定好 這句話的意思呢 是說我們得著聖靈以後呢 就有赦罪留罪的權柄 那這個赦罪留罪的權柄呢 就像馬太福音十六章第九節裡面所提到的 主耶穌說這個權柄就是要交給教會 要在這個磐石上 這個天國的鑰匙 赦罪留罪的權柄是交給教會的 那交給教會不是人去做的 是有神的靈在這個當中 我們所傳的是赦罪得救的道 所以有道在當中 有那個真理在那個當中 藉著聖靈的權柄 有赦罪留罪的功效 祂是給教會的 感謝主 我們今天看到在教會裡面 其實我們所領略到的神的恩典 非常的多 主耶穌也應許信祂的人 甚至做的要比他更大的事 那主耶穌所行的神迹 在我們真書教裡面都有 都有這個見證 包括死人復活 這個駝背的直起來 很多很多不同的 大概都會有 我們要收上這些見證都有 那這個證明什麼呢 證明這是神所設立的教會 我們真的握有神 給我們的赦罪的權柄 有神救贖的預定跟預備 也有神所命定得救的人 那今天這個工作 就交由教會去執行 不是個人的 所以我們今天為人來施洗 講到施洗的時候 為人施洗 這個是教會的安排跟拆派 不是我們個人要去做什麼 也是聖靈在我們當中 作為一個拆遣的證明 那各位我們講這些 這些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道理 但是今天在疫情即將過去的時候 我們再來思考這個問題 好像回到兩千年前 門徒被緊緊地關在那個門內的時候 主義書耳提命命地 再一次地對他們提出這樣的呼籲 你們不要因為害怕就失去了鬥志 那你們也不要因為現在呢 得著了這個喜樂 就忘記了這個工作 這個使命 那用什麼樣來做為一種動力呢 就是主義書的拆遣 而且這個拆遣是帶著權柄的拆遣 是有權柄的托付 要他們走出去 所以當他們真的這個門打開的時候呢 赦罪流罪的權柄就顯出來了 醫病趕鬼行神機使人得到造就 那藉著聖領在這當中的見證呢 使這個洗禮呢 有產生的赦罪的功效等等的這些 我們就是繼續地要來努力 那九月一號以後呢 我們的靈魂步道會工作 我們是不是要準備好了 怎麼樣開始來開展 我們來先想一想 要為這個事情禱告 一個月的時間可以禱告 那我們個人來說 我們先想一想 這個月一個月當中來禱告 我要向誰來傳福音 先想 有帶過目道者到教會來的 不管是福道會還是不是福道會時間 有帶過目道者來教會的請舉手 還不少 感謝主 我們是看中福音開拓的這個教會 但以前帶 以後也要再繼續帶來 那以前 還沒有在這個方面來盡力的 我們也自我勉勵一下 那為什麼 會不敢向人來開口傳福音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就表示說 我們属灵的膽量不夠 那属灵的膽量不夠怎麼辦 禱告 所以我們才會說 一個月前 現在就好好的禱告 如果布道會沒有目道者 那很可惜啊 我們去找日子 還做了很多的準備 是不是啊 先前的預備工程也是很繁瑣 那如果說疫情還沒有 這個完全的解封開放 那我們可能還要有一些防護措施 這些我們的負責人也都有壓力的 然後布道會的時候 有很多的目道者 那我們就向連恩布道會了 我們這次有幾位的目道者要報名 來受洗 感謝主我們也聽到好的見證 目道者在網路看我們的視訊 聽一聽道理 聽得很高興 決定要受洗 所以 你看看啊 好像我們很多工作被 我們的門被關了 是不是 政府說 你這個 宗教活動的場所就是要 關閉 不能有宗教活動 我們就用這個視訊的方式 神的道不會被捆綁 神的道不會被捆綁 所以福音還是繼續在傳 然後他們在網路上看看 看他很高興 而且還聽我們負責人說 每一次安息日 聚約完 就 跑到教會來 說要奉獻 每個禮拜來奉獻 聽道理都聽得要奉獻 還沒有受洗 這次有人想要報名 非常高興 全家也因為 他來 在信仰上有得到很大的激勵 所以神倒不會被捆綁 我們要準備好 這次靈魂布道會 以前沒有帶目道者的 這一次勵志 光勵是不夠啊 因為人會軟弱啊 像門主會把門關起來啊 這個宣道的門 有時候是自己關的啊 那現在呢 主耶穌要把它打開 因為要踏出去 他們已經從害怕變成平安 又得到喜樂了 有盼望了 那主耶穌應許 要讓他們領受聖靈 也差別他們任務了 就等到不到五十天以後 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 這些事就在一天當中 就成就了 所以這是很可期待的一個時刻 我們都盼望 我們在宣道的事工上 也能夠像這樣 我們都被主耶穌那一口氣的應許 很真實地領受了 應許的聖靈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就是好好的來禱告 如果這一次還是不方便 不確定能夠帶目道者 至少我們把這個事情放在心裡 一年兩次聖靈步道會 不可以流於形式 要很認真的去做 我們這一次一定會感受到說 哎呀能夠來會堂 參加實體聚會 真的是很高興 太難得了 所以我們有一些信徒說 只要是開放的話 我就要報復性的聚會 不用報復性聚會 聚會就聚會了 當然這是一個誇大的表達它 哇已經爛了很久了 那我們是不是會覺得說 真的主耶穌為我們開門 那我們要珍惜 而且靈人步道會到 就好好的禱告 我先來想 我這一次要帶領誰 有我的親戚 我的朋友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夫妻之間的話 太太信主沒有 丈夫信主沒有 這個都是值得我們思想的 父母信主沒有 兒女 你最好的朋友 最要好的同學 最能同心的同事 我先從這個地方想 然後再想 我要怎麼樣向他傳福音 你向他傳福音 第一個 放膽宣講 有那個膽量 那個膽量 不是血氣之勇 先禱告 祷告求主耶穌的帶領 也讓你能夠剛強 那再來呢 就找到方法 用什麼方式 找到什麼話題 如果他現在 這個段時間 是方便 而且呢 有心理或是各方面 特別的需求 那這個就是好的時刻啊 好的機會啊 我們就趁著這個機會 就把這個福音傳給他 那主耶穌怎麼感動那個人 讓他能夠有所行動 那主耶穌會帶領 我們就是要盡本分 來思想一下 我們有一個老弟兄啊 他病危 那昏迷好幾天 這是一個傳道者的父親 那昏迷好幾天以後 本來醫生是說 這個大概是很難的 可能是年紀也大了 這次應該是會安息 結果過了幾天啊 他就醒過來 那他醒過來以後啊 他就對他家人說 說了一些話 是他在福米中的一種夢境 還是說主耶穌加給他的一些意念 反正他醒過來以後 他就這麼說啊 他說喔 他見到主耶穌 是實際 或是在意象 或是在夢中 他說 他見到主耶穌 主耶穌叫他回來 所以原來醫生說 他不行了 結果他又醒過來 那他醒過來 就對家人這麼說 那家裡的人說 你看到耶穌 主耶穌跟你說什麼話 他說主耶穌跟我講三件事情 第一件 問他啦 問他三句話 第一句話 主耶穌問他說 你信主多久 那你有沒有傳福音 你有沒有傳福音 你有沒有嚇到啊 以後我們去見到耶穌 如果耶穌也是這麼問我們 你有沒有傳福音 所以好歹為了將來 見到主耶穌 他問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所回答 你現在要趕快傳福音啊 當然我們不是為了 要應付這一個 我們真的是要 救人靈魂 把這個赦罪得救的道 給傳出去 那主耶穌見到這個老人家 沒有說你很長壽 你到底是吃什麼東西啊 沒有 主耶穌也沒有說 你是怎麼來的 你是不是開賓士的啊 你是不是開那個 還是說幾千萬的轎車 主耶穌沒有問他這個 主耶穌沒有問說 你那個銀行的存款裡頭 那個一的後面有幾個零啊 沒有問這個 也沒有問說 那你拿那個手提包 是那個LV還是VL 還是什麼的 名牌的 你抹的那個香水 是香奈兒幾號的 那主耶穌都沒有問他這些 為什麼 你有沒有傳福音啊 他當場的人 就說 主耶穌很在意這個 是嗎 因為主耶穌他復活以後 對門徒第一次 像門徒第一次顯現的時候 就是講這個 然後一直顯現的時候 一直在提這個 最後要升天以前 還是在講這個 主耶穌跟門徒在一起的時候 三年半訓練他們 拆派他們出去傳福音 這個就是主耶穌來到樹上的目的 所以他現在要把這個責任 這個使命傳遞下去 所以一樣的 主耶穌在天上 那我們要去面見他以前 我們要做一個忠實的工人 我們有機會就要傳福音 這個老弟兄說 不好意思 沒有傳福音 結果主耶穌就 比較嚴厲的告訴他說 不可以這樣 得恩典得這麼多 你都沒有傳出去 所以現在給你機會 你回去 你要傳福音 然後他醒過來 他就說 耶穌叫我說要傳福音 那他旁邊很多親戚朋友 有一些都還沒有信主的 那當場就開始跟他們見證 耶穌叫我要傳福音 我趁著現在這樣 你們都在這裡 我趕快傳福音 他就把這個見證講出來 也是在傳福音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 主耶穌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唱讚美詩 耶 唱詩也很重要 耶 主耶穌跟門徒 要往柯西馬力遠去禱告 他們唱了詩 就往那個地方去 所以主耶穌也唱詩啊 啊 主耶穌問他說 你會唱詩 他說會唱幾首啦 有啦 你會唱幾首 大概二三十首啦 我們不要講 我們不要講 現在的這個四百六十九首 讚美詩 以前三百一十首 他說他會唱二三十首 那耶穌就問他說 你會唱的讚美詩這麼少 是不是不參加聚會啊 那問你好了 那個九十首你會不會唱 九十首是什麼 數算恩典 主耶穌跟他說 你 那你 好了我就問你 九十首會不會唱 他說這一首不太會唱 那 主耶穌問他這個 意思是說 要數算恩典 現在讓你再回去 你要記住神的恩典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做 數算恩典 所以今天主耶穌讓我們健康 有一些人在疫情中 可能有確診 我們在以台灣地區來講 有人因為這樣 直接或間接地 失去他們的生命 但是主耶穌也是對我們保守 沒有讓這些事情 臨到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想想 要數算恩典 那就在這一次的聯恩佈大會 我們該做的我們就把它反映出來 那第三件事情呢 主耶穌問他說 你有沒有好好的行道 聽道跟行道 那主耶穌 他的印象裡面說 主耶穌告訴我說 有一些講道的人 沒有得救 講道的人本身沒有得救 聽道的呢 有一些聽道的人也沒有得救 這個意思是帶出來說 不管有沒有講道 不管道聽多少 重點是行出來 所以這三個要配合 不一定每個人都講道 但是我們天天都會聽道 那既然是聽道那 要不要把它行出來 行出來 才能夠走到天國 所以這個也是對這個老弟兄勉勵 你要認真聚會 也要好好的思想這個道理 然後把它實踐在生活中 來證明我們是天國的人 他就把這三件事情講完 那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說 主耶穌還給他多活了好幾年的時間 而且他醒過來以後 他說肚子餓了 趕快準備東西啊 這些話講完說 趕快準備一些東西 我要吃飯了 吃飽飯 他就到那個牆角 拿那個農具就到田裡去工作了 活了好幾年 那他特別在主耶穌 對他說的這三件事情 特別的留意 那把這個見證講出來就是 也讓我們大家能夠清楚 主要是對門徒吹一口氣 讓我們成為一個更新的人 我們有能力 有堅強的心智 讓我們來到一個 可以說是跟兩年前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一年半的時間 我們被疫情這樣給捆綁 那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生活 新的改變 我們也藉著聖靈常常祷告 那這是我們的寶貝 我們就靠著聖靈的幫助呢 來展開 我們為 靈異步道會的事工來準備 而且預先祷告 我到底要向誰來傳福音 我要怎麼樣傳福音 都把它放在祷告中 主耶穌會帶領我們大家 讓我們這一次的靈異步道會 很多目道者 有很多屬靈恩典降臨 我們也得到很大的造就 那這樣的話 這個靈異步道會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眾人得幫助 我們每次都會激喜等 期待的 來榮耀祖的名 我們來唱詩 三百一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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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遺� Sin Duong 我傳福音 請你大 bold 遣廠祈求疏待 見片財浪漫的故巡 你靠聖領埝大 tho 以胸前悲恨且记车 生命之与不上 爱人爱人 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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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海定地狱将军 故事就与今何人 不过千人 胜为心中 鲜月垂中将军落 一生前悲恨且记车 生命之与丰盛 一生前悲恨一同心 与传言这旧恶 弥陀罪人等候救赎 基督耶稣又淡白 依靠上两祖地追悟 世上天人梦中 一生前悲恨且记车 生命之与丰盛 但愿彼此生云之与聪 恨爱天言之高沙 也爱罪人 为他代求主后 奥佛兰 Apost 的代言之与所 军糟 Krissi yêu 我们来祷告 我们还是要继续为全球的疫情来祷告 求耶稣来怜悯我们世人 也保守我们大家 底下我们除了要为我们即将来临的灵魂步道会 特别要来祷告以外 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在身体欠安 有一些是长期的卧床 我们也求主来怜悯 也兼顾这些家人的信心 也纪念他们的辛劳 这是留休日弟兄 他目前还继续在804医院的家户病房 他呈现出来的有败血 多重器官的衰竭等等 因为肾脏的问题引发 我们也求主来怜悯他 那中必贤弟兄 他目前还是继续在安养中心 年纪很大了 但是家人也都关心 那他虽然是身体欠安不方便 但是他心中还是惦记着就是要祷告 有人去看的时候他就会邀请说 像那个医生 他会跟医生说 叫医生来跟他一起祷告 他动作不是很大了 但是心中还知道我们就是要信靠主 所以他这样的信心 相信主耶稣一定有美好的使命来成全 我们也要为他们跟家人继续祷告 很辛苦 再来就是邱元弟兄 他也是身体欠安 孙伟平姐妹身体欠安 我们也是为他们在祷告中来纪念 我们就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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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